赵武灵王胡扶骑射 多么美丽的长裙啊 真是让人羡慕 我都快昏过气了 喂 小琪 你怎么了 我在幻想我穿上这美丽的长裙 一定很美丽吧 那一定会很不方便的 你会无法活动了 看看吧 倒在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就已经进行服装改革了 是吗 我们东边有齐国 中山 北边有燕国和胡人 西边有秦国 韩国 我们如果不发奋图强就难以生存 我决定打算仿照胡人的风格把服装改一改 哦 仿照胡人的穿着也能学习他们打仗的本领了 是不是啊 对 我想用胡扶骑射来改革咱们国家的风俗 并加强军队 并加强军队的战斗力 呃 可是如果大家反对 那 那可怎么办呢 要办大事就不能犹豫 犹豫就办不成大事 大王既然认为这样做对国家有利 就应该坚持坐下去才是 啊 我相信明里的人都会赞成的 第二篇早朝 赵武灵王穿了一身胡服上朝 大王 中国是文明之邦 你怎能违背圣贤一教 去穿戴野蛮为开化的胡人服饰呢 啊 自古以来 风俗习惯不是一成不变的 顺帝就曾经向少数民族部落学习舞蹈啊 呃 这 衣服应该便于穿用 理智应当便于做事 古今环境不同 习惯制度怎能一成不变呢 呃 大王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这样吧 我赏给诸位大臣每人一套胡服 由我们来带动全国的百姓 我们的军队还要骑马射箭 我要铸造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 在赵国实行胡服骑射改革 七年之后 赵武林王亲自率领骑兵进攻北方的胡人 赵国的江湖向北方扩张了上千里 并于公元前296年消灭了中山国 哦 赵武林王是把长袍改短了 嗯 我明白短衣的好处了 哎 小琪 你去哪儿 啊 真是莫名其妙 啊 小琪这是怎么了 哎 我想这样上科检查会更方便的 什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o我 好 好 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